给我瞄准了打 19岁中国跳蜥王 身轻如燕 一招神龙出海 瞬间干碎外国拳手 天灵盖 霸气KO 吓傻裁判 注意看 这个嚣张老外 将当众障碍双臂 挑衅中国小将魏宁辉 更是残忍的 将魏宁辉踢飞的双腿 赛后更是嘚瑟跳起了舞蹈 嚣张庆祝 这个嚣张恶徒 便是来自于约旦的搏击鬼才 艾泽丁法汉 好 注意看观众朋友们 正在出场的这个家伙 男不男女不女 有着长胡子 也有着长头发 来自于约旦的搏击鬼才 艾泽丁法汉 约旦这个地方很小 但是这个搏击高手 的确是很多 那么这一次 他也是不眼万里 来中国捞金 来中国提馆 上场比赛 更是像我们中国汉将 中国小将魏宁辉 也被了双腿个子庆祝 那么这场比赛 我们中国小将魏宁辉的师弟 孙志祥 霸气出山 他年轻十九岁 是一个创制十足的 中国拳男行星 人颂外号 中国跳膝王 他没有错 他的飞膝 非常的厉害 三场比赛 就一场比赛 带着飞机KO对手 所以说有了这么一个外号 好 注意看比赛开始 红方选手 红色短裤 孙志祥 蓝色短裤 便是约旦 搏击鬼才 艾泽丁法汉 对方的话 注意看 他是一个空手道战架 没有错 这个家伙很擅长空手道 推法 非常的厉害 我们注意看 他的腿也很长 射打战绩 三十胜两步 其中帮获 九次KO 将这个催泪专家 击败于全下 这个法汉 为什么连防守都不防守 就像他在跳舞 他是以 他灵活的步伐而著称的 但是不要看他这个样子 在抽到 很好的时机的时候 他也是有 很非常精准 而且超重的打击的 好 底扫 这一腿好狠 好 打百拳 现在孙志强 还是处于一个试探阶段 好 击负 这两拳的链接 是非常快的 好 对腿 压进去 低扫踢 好 击负 我们看孙志强 是扑不紧逼 完全不给艾子丁 法汉任何逃跑的机会 那么不断的牵压 也能很好的 克制这个艾子丁 法汉的战术 对方就是一个 游走型战术 我们看 以腿法进攻为主 几乎是不出拳 但是问题在于 他出腿需要一个距离 一个远的距离 但是孙志强 你看咬得很死 不打算给他这种 不给他这种 发挥提法的机会 这么打就对了 那么上一场比赛 之所以 魏宁会会输 当时就打得 有点过于谨慎了 给了对方 这种牵制我们的机会 这场比赛 孙志强 我们是有备而来 可以进出一些 针对性进攻 好 接腿 不错 放下的一瞬间 全息组合 遇到伸脚 好 扫踢 可以看到 孙志强现在打得 非常的放松 甚至一度都是面带微笑的 好 那么现在 还有不到30秒钟的时间 这一下把对方 就推飞出去了 空中把对方打飞了 这场比赛 孙志强的确是 没有太多的废话和战术 好 继续往前顶 你看这个 艾森跟法汉的疯狂出腿 想要打退这个孙志强 好 紧身打拳 其实孙志强可以拳法多打一些 第二回合 可以看到进入到第二回合之后 孙志强整体的输出多了起来 好 底下踢 法汉的拳法的迎击能力也是不错的 可以看到他手臂 臂展还是非常长的 这样很轻易就能够到对方 但是现在又被孙志强逼到生脚 一套组合拳撤出 观众朋友们是不是看得非常过瘾 看到孙志强的势如猛虎 像一条小推土机一样 不断地牵压 给这个艾森丁法汉巨大的压力 我们看对方已经是好几次 已经是被逼上绝路 已经是退步可退 好 又一次 注意看又是一个角落 好的飞西 对方报价很紧 再来一个 先打破对方的防守 然后再打拳 孙志强很聪明 好 孙志强的一瞬间 孙志强主动发展 把他逼到墙角 再次挺歇 法汉的发型都流乱了 我去 对 这说明啊 法汉在场上的表现 还是毫无保留的 我们仔细看对方的发型 从这个被扎的头发 已经是打散了 转身肩拳 好 跟腿 好 继续压迫性打法 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连续的拳跟踢扫踢 连续的砍击对方的支撑腿 让我们恭喜孙志强 没有错 一个跳膝拿下了 这个艾瑟丁法汉 但通过躺在地上 披头散法 发型也被打散了 好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 再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 孙志强把对方的 比到角落 一个飞系给上去 打散之后 再补上一个前手拼弓 顺利的拿下比赛 那么恭喜孙志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